我前幾天呢 在我的IG上面用那個提問的功能 就是放在我現實上面 然後還蠻多人回覆的 那其中我收到蠻多問題就是 關於攝影的構圖跟調色 那調色的話我其實已經之前有在做了 那我還沒有做過關於攝影的構圖 所以今天這部影片 我就來教一下大家一些我自己常用的構圖 教一下你們怎麼去使用它們 OK intro 那攝影的領域裡面呢 分有蠻多種構圖的 那我自己常用的構圖就是 延伸線構圖中間構圖還有框架構圖 我們先來看第一個就是延伸線構圖 那我們可以來看一下這張照片 大家可以看到我畫面的主體在中間 這是想要凸顯這個建築的那種幾何感 對我最近其實蠻喜歡拍建築的 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它左邊跟右邊這些線 就是這個是通過廣角來達到的 如果你拿手機應該 我不確定可不可以 應該也是可以啦 就是它通過這些線條引導你到中間的位置 所以當你看到這張照片的時候 你可以一眼 你可以一眼就可以看到 我畫面中想要表達的主體 對 生活中其實蠻多這種延伸線的 那我們可以來看一下下一張 那這張照片我是在某個舊鐵橋拍的 它以前是火車的鐵軌 你可以看到我在這張照片裡面的人像 我放在中間 所以當它的延伸線往這邊延伸的時候呢 你可以看到 觀眾的注意力會落在這些線條所延伸 所帶到的整個畫面的中間 所以基本上你拍人像的時候 也可以運用這樣的一個構圖 這是一個非常好用的構圖 那生活中哪裡有這樣的地方呢 走廊 對當你看到走廊 其實一個長的走廊 它就是一個很長的延伸線 那當你把你想要拍攝的物體放在中間的時候 這些延伸線就會帶著觀眾的那些注意力來到中間 你想要讓觀眾們看的東西 看的地方 延伸線其實蠻好找的 你在各種地方都可以找得到 所以大家可以盡量去外面走走 然後找一些這樣的延伸線的構圖 那我來到第二個就是中間構圖 那這個構圖其實應該是大家最常用的 哪怕連不會攝影的一些新手 他們都是很好去學會這個構圖 也不用學會 你基本上拿起手機拍 把物體放在中間 那就是中間構圖 其實非常簡單 那如果你是把照片常常都放在IG上面的人呢 你用中間構圖的時候 你要注意的就是 人像跟你頸就是上下的比例 其實你要去稍微的注意一下 因為IG它在PO照片的時候它會裁切 所以對我們這些攝影師來講 蠻麻煩的 所以我們在前期拍攝的時候呢 就會去注意 比如說九宮格的最上面跟下面的那個畫面的比例 你要去抓好 我個人的建議是 你把人像放在中間 然後盡量把最上面的那個九宮格 留給你的構圖 盡量把你的重點都放在下兩個 這是我自己喜歡用的一個構圖的方法 然後你基本上你只要把人像的最重最好的畫 最好的情況下就是把臉放在中間 然後按下你的塊片就好了 但是切記你要注意那個IG的裁切 所以上下照片的比例要去抓好 那我們來到第三個構圖 也就是框架構圖 那這個框架構圖它比較不好去尋找 我們可以看到這張照片是我在高雄那個北遜電腦中心這邊就是拍的85大樓 那這張其實不是一個典型的框架 因為它其實有點不規則 但是其實框架也沒有一定的規則 它只要是一個任何的組合都可以 無論它是正方形圓形三角形什麼形狀 它只要組成了一個就是框起來 你的畫面的主體 你就可以把它當成一個框架的構圖 因為其實攝影這種東西沒有一定的規則 所以說如果你在生活中找不到框架構圖的話 你可以自己去創造框架構圖 比如說我之前還不太會攝影的時候有拍了一張 讓我找找 這張照片 它就是其實這張照片原本它是沒有下面這個的 這個是我自己就是那時候看到旁邊有一個盆栽 我就直接拿過來 然後頂著我的相機 然後就按下了快門 就是成了這麼一張照片 它其實因為你可以看 像它裡面的框架就是這邊的 牆上的這些算藤蔓嗎 然後旁邊的樹葉 然後我再把下面的盆栽拿起來 就是形成了一個 就是你可以一眼就可以知道說 我這張照片想要表達的是中間的人像 對其實就像我剛講的 攝影並沒有一定的構圖 框架的構圖它也沒有說 一定要什麼幾何啊什麼東西的 你只要是跟你主體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可以讓人家的注意一眼 就被你的主體吸引住了 這種就可以當成一個框架的構圖 那我們來看像是這張照片 這張是在高雄的那個蓮池坦拍的 那反正它就是有那種 廟裡面的紅柱子有沒有 然後它上面有一個屋頂嗎 我不太會形容 反正就是當你看 你用肉眼看出去的時候 它其實已經是個框架了 那這張我記得我是用長焦 大概100多彎左右去拍 所以這個畫面的壓縮感還蠻不錯的 然後這張畫面的前景呢 你可以當成是它的框架 就是那個柱子跟那個上面的門檻 連起來的就是一個前景 一個框架 那這張畫面的主體呢就是 人 對就是前面的人 然後這張照片的遠景呢 也就是遠處的那兩座龍武塔 對那如果按照這樣的拍攝方法 你有前景中景遠景 這個我之後會再講到 這個其實算是一個蠻進階的拍攝技巧 對那用這樣的拍攝技巧呢 你的照片就會顯得十分的有深度 就不會就是一張平平的人像 這樣子而已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三種 我自己非常常用到的攝影構圖 那這幾個構圖呢 都是需要大量的時間去練習 去累積你的經驗 然後生活中呢 你也可以盡量去尋找 對就是其實 其實這可以訓練你更好的去注意 你生活周遭發生的事情 而不是讓你的視線都專注在你的手機上面 所以呢 希望大家可以拿起你身邊的手機 還是你的相機 多去外面練習 然後希望大家都能拍出你想要 而且喜歡的照片 好的那以上呢 就是這次第一集的 攝影基本構圖 我不知道之後會不會再出第二集 還是第三集之類的 對 畢竟我自己常用的構圖也沒有那麼多啦 總之就 不知道看情況吧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就幫我按個喜歡 然後拜託訂閱一下我的頻道 因為我頻道很大一部分的那個 觀看的觀眾都是沒有訂閱我頻道的 大概有八十幾趴還是 九十幾趴了吧 八十幾趴 對應該八十幾趴 所以可以的話 拜託訂閱一下我的頻道 這對我幫助非常非常大 那如果可以留言的話當然也是很好 因為這可以算在什麼 觸及率裡面 那我們就 下部影片見囉 Peace 下部影片見囉 再見囉 下部影片見囉 下部影片見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